新权云乡长河里台上任之后呢 也积极的向县政府原民未来争取部落聚会所争设 日前动工的复兴部落聚会所 及即将八包动宗施作的加兴部落聚会所 河里台表示说 未来会继续率领工作团队积极争取 实现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 新权云乡长河里台 未来实现一部落一聚会的政策 上任之后就积极的向花园县政府 原住民主委员会争取 同时也向立委婚企孔文记陈寅的协助 来为原住民设置部落聚会所 花园县政府也非常地支持 我们新陈县各项的活动及建设 也要谢谢陈寅委员 在这几年当中 新陈县争取了将近两亿的预算 做我们地方基础的这个建设 谢谢陈寅委员 也要谢谢郑天才委员 在这段的时间 以来探紧向上的时间 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以地方的一些鞭策 让地方的事务 都能够顺利来推动 也要谢谢代表会 各位议员前提 所有所有的代表议员 前例来支持 新陈县各项严密的一个福利 以及建设 也要谢谢所有的村长 头目等等 所以我们是个 拉鲁马案的一个大家庭 新陈县是一个族群融合的一个大家庭 以来的机会 要向各位主人来报告 我们明年一季都能够 每一部落就有一个机会所 能够在明年来把它新建 或是来给它完成 我想把这个好消息 让我们所有的主人来知道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互相来支持 互相来关怀 新陈县公司 有各位的知识 地方事务 都能够顺利的推动 也让我们今天集合我们的祖林 雇佑国泰民安 风调已顺 雇佑着我们的祖人 幸福美满 而且怎么样 家家都能够大平安 而且年龄能够大丰收 现在何立台表示 日前复兴部落动工行业之后 包括大的部落 加兴部落 华阳部落聚会所 也在进行上网发包 近期就会动工了 另外康乐部落文件站的厕所 和相关硬体设施 也规划来向中央争取 何立台表示 20年前 新陈厢金的旅游民人口 只有2000多人 回任担任乡长之后 现在已经有6000多人了 从原本的三大族群 现在有4个族群在乡内生活 多元族群文化 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 4年当中 率领的公所团队的努力之下 明年将实现一步过一聚会所的理念 让云民族群族的传统文化 能够代代相传 记得请不吝 谢谢观看 请不吝